剛才10分鐘就自動停了 繼續還沒說完 當你花這麼多錢 意圖用所謂的創意文化去推動香港發展的時候 而政府的政策 或者內涵那些軟件 根本就是背道而治的 整個社會是反治的 沒有常識的 你看到的 TVB現在你用了它那種直入式廣告之後 那些支付寶那些東西 就是那些東張西望那些不斷充斥著內容 硬硬放進去 政府出來解釋政策 是講一些不講一些的 講一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 是違反市民常識的東西 這樣的話 你只會培養了第一一幫順民 第二中產社會那幫人 對你越來越不滿 因為你去到的地步就等於這個 《家有喜事》裏面的周星馳一樣 是吧 見到那條四眼仔醫生 那條四眼仔醫生就說他 就是被雞蛋扔到 那個腦筍還沒生完 傻了之後 就說他其中一個病徵 叫做月經前緊張 他就馬上告訴你 不是吧 四眼仔 你亂說的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的情況 每一個市民看到 政府出來解釋的東西 不是吧 這樣也可以 然後你發覺 不是吧 這樣也可以 村上春樹都包包膠袋 這樣也可以 那為什麼大量在書展裏面發售的那些 又可以呢 是完全沒有一個邏輯在背後的 而這個機制已經反反覆覆說了很多次 是不斷鬧笑話 都沒有人去處理的 這個 你看到的 康民處也好 民政事務局也好 一直都不處理的 之前也發生過一件事 有一群叫做爺教L去投訴這個 中央圖書館 說他的館床裡面 開架的那些童書 有鼓吹和性戀傾向 那就要求他們解釋 政府就找一群專家看完之後 就發現沒有的 其實都是反歧視的 不過 那個決定最好笑的是什麼 將他閉架 斬腳趾避沙蟲 這個就是香港今時今日 為什麼倒退 大幅倒退的原因 英治時代那些鬼佬 有common sense 他們在英國是三四等的人才 都好 來到香港都可以爲文爲武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一路栽培出來的人 就是有常識 有common sense 不需要專家 什麼都不需要 你一看就知道 這些東西 哪裏叫做鼓吹同性戀 就不需要再理會的人 現在不是 要先解釋那些基督徒 然後有人拿村上春樹的小說去審 就先解釋那些人 我不知道是哪些人 其實 那本書已經出了相當的時間 已經是 是吧 然後呢 可能他們搞錯了 以為村上麗內 就是蕭生監製那套肉蒲團的 其中一個女主角 然後呢 就釘著做筆額 所以當整個社會 倒行逆施的時候 歪理橫行的時候 就沒有了常識 沒有了常識的話 這個也是香港人的中產社會 向威權體制 倒退的一個過程 來的 在西方社會生活 你會知道的 在加拿大也好 他有一些很極端的政黨出來參選 那些人會自動覺得 說不是吧 正剛覺得UFO去內華達沙漠 等這個UFO來 把我們帶上去 那就解決了加拿大經濟衰退 不會吧 這個就是人家的所謂常識 很多東西 是不需要一個獨裁政府 用手指指著你 告訴你 不准做什麼 不准想什麼 不准說什麼 以前香港都是這樣的 你記不記得 香港曾幾何時 放寬電影分級制 是容許三級電影上映 其實這個自由化的政策 是沒有任何華人社會的支持 或者那些宗教團體 一直在罵 甚至是 是英國人堅持 在這方面放寬的 然後令到香港慢慢走向一個 在亞洲來說 是相對比較自由的城市 當韓國 當台灣仍然是軍事獨裁的時候 是戒嚴體制的時候 在大陸就是文革動亂的時候 香港已經走得很前 你看到的有邵氏那些鬼怪片 李漢祥的風月片 季智雄那些色情加鬼怪也有 這個就是造就了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 就是我們用common sense自說 現在已經沒有了這件事 因為共產黨的文化 叫做法國大餐 多舊魚 什麼都要加一些老土 擦鞋噁噁的東西 現在就說不承認 以往擦習近平鞋 根本就是官媒自己吹出來的 那些什麼打造平台 歡迎一定要熱烈等等 這些黨八股 正正就是在腐蝕人心 而香港慢慢慢慢 就是跟內地看齊了 在節目接觸之前 就跟大家講 在溫哥華錄製的節目 很快就會上載在YouTube 大家密切留意 另外呢 都希望大家繼續可以加入 成為這個城寨人 做會員 支持我們繼續走下去 繼續走出去 多謝大家